벌써對抖 IPO 嗯 Täwhat 好 大家好 我是慕岳 所以都在討論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有做一個 電力要有關的專案 叫做發電成本基算機 發電成本基算機 我們沒有想說 這樣已經搞到什麼 不過最近好像 又有電力上關的問題 所以我在想說可能可以趁今天的時間就是再來分析一下電力有關的資料 那我講一下就是在前一個版本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原因 是因為就是之前就是一度核電是要要不要幹核電場是要公投的 就是在很久以前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那時候有的資訊全部都是來自於單一一個單位 就是台電所釋放出來 然後可是其實你有一個複雜的資訊其實都是有好幾塊組成 你有資料啊你有假設跟你有計算 然後這三塊現在都是由台電所說用 那他們的結論是說他們想要電力要怎樣怎樣 然後大家好像就只能聽而已 所以我們那時候想法是說我們可以把就是資料拿出來自己再重新做這個計算 然後自己再加幾個不同版本的假設 然後把這個過程全部都的過程全部都可以釋放出來 所以假如你對我們自己的過程不太滿意的話 可以自己再算一個版本 所以這是去年的前年做的時候的情況 就是有不同式算表 算不同情境 然後全部都是有開放出來給大家使用 那我們就是今天想要專注在幾個可能時間也比較有限 我們就今天再專注在幾個就是不同的問題 再看說可不可以 假如各位對電力有興趣的話 那我們可能找一下就是有沒有什麼資料可以去解決幾個相關問題 比方說其中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現在的備載容納率就是到底可以剩多少電 這個到底有剩多少 因為好像在前一個月的時候一度剩下只有1%而已 所以1%其實真的蠻緊的 那時候有出現多大的垂漸情況 另外一個可能今天可以討論的是說 我們有夏季電價 然後夏季電價會要就是它會微乎著漲 所以5月31號到6月1號的時候 然後就是這兩天因為夏季電價進來 有沒有到6月1號的時候你的電力會稍微比較減少 然後減少是多少哈 然後第三個主題或許可以今天看的是 我們今天有做一個電力用電效率的圖 就是你可以看每一個產業的用電效率 可是那時候資料只有到2011年 所以只要可以update一下資料的話 或許我們就可以看就是最近的用電效率是怎麼樣 所以然後除了這三個之外 最後一個想要做的是說 如果看有沒有一些電力有關的問題 我們今天不能解決 可是至少知道它問題是什麼 跟它需要什麼資料 然後看資料有沒有齊 假如沒有齊的話 我們可以把所有缺乏的資料收集在一起 那之後假如有公平團體可以跟政府去要這些資料的話 他們就有一個清單說 這筆這筆這筆資料是需要的這樣子 那今天這邊有我 然後那邊有位郝先生 跟陳先生 就是我們在那區 所以想要有興趣的話 可以一起來帶走 謝謝 好 謝謝沐嶽 那以上是今天的提案 那我們現在會很快的做每個人的關鍵字的介紹 就是說你是誰 然後你的關鍵字是什麼 今天想做什麼project 不會這就很解決 那我現在就好 我現在就不用說 我現在當然不是